为什么魔术师用剪刀将绳子从中间一分为二以后 还能够神奇地将它们复原回来 因为魔术师将一小节绳子用皮筋绑在了自己的手臂里面 表演的时候其实将这条绳子剪断的 最后只需要放开手指 就能够这段绳子瞬间收缩到衣服里面 观众看到的就是断绳还原了 为什么魔术师可以从一个圆筒里面凭空变出一条绿色丝巾 因为魔术师的直筒是有隔层的 绿色丝巾就藏在这个隔层内部 所以表演的时候魔术师只需要控制角度 再拉出绿色丝巾即可 为什么魔术师把橙汁倒入杯子 既然能出里面变出一颗橙子 因为魔术师在一个橙子皮内部放入了大量的纸巾 倒入杯子的橙汁都会被纸巾吸收 最后把橙子皮倒出来就像变成一颗橙子了 为什么魔术师把绳子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并打上死结 最后轻轻拉动绳子两端就能让它穿越脖子 因为魔术师在两条绳子的中间绑了细线 用手遮挡就能让大家看起来像两条绳子一样 表演时把绳子放到脖子后面再从前方打的结 最后只需要用力一拉让细线断开就成功了 为什么魔术师将棉线分割成几段再揉成一团 最后还能让它门复原成一条绳子 因为魔术师事先就在棉线上面揉好了一个小球 表演的时候将分段的棉线揉好 假装放到这根棉线上面 其实魔术师会趁机将分段的棉线丢到桌子下面 最后再慢慢拉开棉线就可以了 为什么魔术师能够让咬过的苹果一瞬间恢复如初 因为魔术师是将一片咬过的苹果放在了一颗完整的苹果上面 所以表演的时候 魔术师只需要用丝巾把这片苹果拿走就可以了